我是二婚,前夫是个妈宝兰 实在接受不了了 一气之下,我带着一岁大的孩子离开了家 两年之后,我选择了再婚 现任老公也带着一个儿子 很庆幸的是,我们又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 原本以为五口之家是个很幸福的家庭 但是二婚家庭和我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 老公在外面赚钱,我在家要照顾三个孩子 刚开始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但是时间久了,老公特别讨厌我要钱的嘴脸 没有经济来源的我,只能是要一份,花一份 前天老公的孩子跟我说 阿姨,我想吃牛排行吗 我对他说,你得问问爸爸 爸爸同意之后,明天阿姨就带你去买 老公下班以后,我跟他说 儿子想吃牛排,给我两百块钱 明天我带他去 老公特别生气的跟我说 一个月我给你们一千五百块钱的生活费 也不知道你们都花哪去了 你儿子咋这么残呢 一天我挣点钱,就养活你们娘娘了 谁知道那钱你有没有被攒起来 听完他的一番话 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的疼痛 我说是你的儿子想吃牛排,不是我的儿子 那一刻,我承认我后悔了 如果当初我不选择二婚 我坚持跟前夫在一起 他对我怎么样,我无所谓 至少他对孩子是真心的 这是来自一位粉丝的新生 一婚可谓亲密 二婚不吵架就行 一婚嫁给了爱情 二婚嫁给了现实 一婚更注重感觉 二婚更注重生活 一婚容易信任 二婚很难被信任